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消肿 敷个面膜 然后喝杯美式 吃个早饭 但是我现在生物中我自己早上有的时候六点过就会饿醒 吃个早饭再接着睡 关于健身我觉得最大的秘诀还是坚持 你要是没有坚持下去的动力那怎么练其实都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养生健康护肤的心得 最大的心得还是要睡眠要睡好 睡觉很重要 睡好了对自己身体的代谢各方面 肌能的维持啊还有不掉头发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头发其实我觉得首先那个护发产品得选择适合自己的 还有吹头发的时候那个温度不能吹得太高 不能贴到头皮 因为好像似乎也挺容易掉头发 谢谢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今天晚上呢 我穿戴的珠宝都很好看很闪 像我平时活动的话我会带一些配合服装 搭配一些合适的珠宝 那生活中呢我就喜欢一些干净简单的配饰 现在呢我要换衣服准备下一趴拍出发照 谢谢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出席活动走红毯的衣服了 今天晚上会换好几套 这是其中一套 我已经换好走红毯的衣服了 这是一套来自Elizabeth的特别定制 那我们出发吧 上海确实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 因为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熟悉的陌生感 大家也都知道大学和那个毕业了之后一年也都在这里生活 感觉离我很近游的时候又挺远 现在很多工作也会回到上海这边来完成 每次回来都感觉到亲切感 大学时候的感觉 我要来吃我的午饭了 这就是我的同事们给我准备的午餐 其实有点过于隆重 但是这些菜我也都爱吃这个牛肉 青椒炒牛肉 这是小青菜 还有一个番茄炒蛋 还有点小水果 开吃午饭了 这个饭稍微有点多了 其实我吃午完这么多 我上一次做饭是过年在家里面了 我也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做的两个家常菜 大菜我都忘了怎么做了 而家常菜还是可以的 好了 我吃饱了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进行下一趴吧 我们现在呢 出发去拍出发照 选了两个景 然后其中一个景呢 是一个比较优雅的地方 欣赏音乐的地方 跟Vogue也合作很多次了 每次活动或者拍摄呢 都有令我印象深刻 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好了 这就是我的一天 今天呢非常的忙碌 很遗憾没有带大家出去逛一逛 看一看 那我们就只好今晚 微博之夜见了 拜拜